1月13 踊跃投票 基隆市选委会召开记者会 特别邀请年轻族群的在地基隆人网红许悦 以总统立委选举手投足的身份 来担任这次记者会的特别来宾 呼吁大家珍惜手中神圣的选票 踊跃出来投票 今天真的非常荣幸 能受基隆市政府邀请来担任宣传大使 那希望大家能踊跃的投票 在我周围环境的朋友们们 大大都非常的踊跃都会返乡投票 所以希望在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一定要记得回家投票哦 然后你自己也是手头族 是不是也可以大概讲一下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手头族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前往投票所 投出这个神圣的一票之外 当然相关的选务的一些相关会 例如不要带手机进去 不然你就要关机 第二个是当然选票 不要乱撕毁 或把不必要的东西投到票轨里面 这个都是不应该的 我想我们在选举 这个除了把自己神圣的一票投出之外 这些相关的一些NG的事情 绝对不要犯让我们这个整个选务能够推动的更顺利 谢谢 基隆市选委会主委方定安表示 这次选举基隆最多人数的投票所为安乐区新伦李一 有2163人 最少人数的投票所是七堵区巴德李一 有273人 选委会也提醒总统立委选举共有五种选举票 并以颜色来区分 请选民投票时特别注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